本台消息,人民日报明天将发表评论员文章,题目是,依法推进香港普选是中央坚定不移的立场。 文章指出,香港特区政府日前正式预告,行政长官普选法案将于6月17号提交立法会审议表决,这意味着实现2017年行政长官普选目标的程序已进入关键阶段。 特区政府提交的法案,贯彻落实了基本法和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有关决定,符合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,符合香港的实际情况,兼顾社会各阶层利益,体现均衡参与的原则,得到了多数香港市民的认同,是行政长官普选最为合适的制度安排。 中央坚决支持特区政府提出的普选法案,衷心希望香港各界把握历史机遇,依法落实普选,使500多万香港合资格选民第一次实现一人一票,直接选举行政长官。 文章说,落实行政长官普选是香港基本法规定的目标,是中央政府对全体香港市民的庄严承诺。 落实行政长官普选符合香港的根本利益,也符合国家利益。 特区政府提出的普选法案,合情合理合法,是切合香港实际情况的民主制度,也是全面贯彻落实一国两制和基本法的具体体现。 落实行政长官普选,立法会议员,角色关键,责任重大。 文章强调,香港普选的历史契机已经到来,香港政治发展进入一个关键节点。 我们期盼香港合资格选民一人一票,直接选举行政长官能够成为现实,共同谱写香港民主发展的新篇章。